上一则报道中的黄志坚 说他沉默了47年 今天站出来最卑微的要求 只是一个让肢体障碍朋友们 能够通行无阻的环境 和基本的尊严 而对许多人来说 可能从来没有发现 肢体障碍者如果要搭火车 从买票到上车 甚至连出月台 居然充满这么多障碍 有人会说既然搭火车 像是一场障碍赛 那么搭巴士总可以吧 但现实却是 即使不搭火车 选择客运或公车 对肢体障碍者来说 面临的挑战一样也不少 许多公车到现在 并没有让轮椅 能够上下车的低底盘设计 而很多时候肢体障碍朋友们 甚至连车门都靠近不了 只能望车心叹 动弹不得的他们 仿佛是被囚禁 在川流不息的车阵当中 继续是记者李杰林 张志龙的报道 像这种高度 我完全我看不到 这边上面的东西 做轮椅的伸张者 就变像货物一样 要被丢上去 那我们的轮椅 一定要放到 这个行李箱的部分来 像这样的公车 完全是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上的 现在很多氛围是 公车的司机 根本就不习惯靠偏停 我们可以等一部公车 没有搭 但是不能等五部公车以上 特别是坐轮椅的朋友 他们简直是被囚禁的 庞大的台北转运站里 各个路线的客运车 繁忙进出 也负责转送每个旅客 在岛内的来去 像这种高度 我完全看不到这边上面的东西 完全看不到 太高了 对一般民众来说 站在柜台前买票 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过坐在轮椅上 柜台的高度 对黄之间来说 却是一堵比他的下巴 还高得高强 像我在过几年 我的手不能动的时候 我这种高度 我甚至手都抬不起来 去年正式营运的台北转运站 包含电梯等设施 虽然有无障碍考量 不过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调整 然而搭着电梯 到了客运月台 真正的问题才开始浮现 客运车停好后 乘客开始上车 不过黄之间却连车门都靠近不了 就算今天来一个低底盘公车的话 有低底盘的客运 像这种的排法 因为那个斜板不可能连接到 平面楼阶的部分 所以楼板下来 我们轮也上不去 以目前的距离来看 到时斜坡板又完全用不上了 客运车停靠的方式 在车子与黄之间之间跨出一道无法跨越的距离 不过即使客服这样的距离 黄之间依然无法跟其他人一起上车 客运的门口上去 车子本身就有那么多的阶梯 第一个轮椅就完全上不去 所以即使转运站里面 有再好的一个设备 有再好的一个服务员 帮我们去买票处理这部分 可是我们到来这边的时候 我们发现完全没有用了 要么只有第一个 我们就是伸张者 做轮椅的伸张者 就变成像货物一样 要被丢上去 而我们的轮椅一定要放到 这个行李箱的部分来 即使被送上车坐上座椅 黄之间却可能要面对 一段不舒适的旅程 我可能在前一天或前半天 我都不能喝水 我也不能吃东西 为的是我上了车之后 我不能有很方便的一个 去乳策的一个空间 公务局收起来之后 变成是民营之后 他们更不觉得 那个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就觉得民营业业者 但是民营业者就 各自凭他的良心 或是他只能道德劝说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是政府的责任 由于客运体系已经民营化 加上政府并未对客运车 制定无障碍的相关规定 所以国内到现在 还没有一台客运车 可以达到无障碍的标准 像这样的公车 完全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上的 请问这一线有地力盘公车吗 这一条线有吗 那你跑的这个线有吗 在尖锐的警示声中 公车就这样缓缓地 在许朝富面前关上了门 然后加快速度离去 很快地下一步公车停靠 许朝富仍然没有机会上车 吃力地踏上阶梯 原因在于这不是低底盘公车 国内低底盘公车数量 大约有600部 大部分集中在台北市 有不少县市 甚至连一台都没有 有太多车子临时停在公车 那当然坦白讲 现在很多氛围是 公车的司机根本就不习惯 靠边停 公车站牌前 停着一整排继承车 等着载客 有时连自小客车也临时停靠 让乘客上下车 完全没有公车停靠的空间 好不容易一辆医院的接驳车 停进了公车停靠区 这完全没有机会 不过因为是医院 就会觉得真的是应该要坐无障碍 至少你几台 看能不能做一些更动 然而主要服务病患的医院接驳车 对行动不方便的人来说 却不容易使用 十一大哥这种车有没有轮椅可以上去的 都没有 他不是去医院吗 排队的人潮陆续上了车 坐在轮椅上的许朝复依然无计可施 医院的这种接驳专车一定要无障碍 因为明明就现在很多老人家跟生病的朋友 他们要去医院去探病 或者是说要去看诊 特别是看诊 那基本上医院的部分 接驳的就应该要无障碍 你看看到这样的车其实想大家都上不去 而且中八是最容易改装的 后面装升降机 其实轮椅的朋友就可以上去了 参排前各个路线的公车来来去去 对许朝复来说 只有一条备有低地盘公车的路线 可以让他搭乘 然而这个路线的公车 却不前往他要去的目的地 有些像市民大套的停车场 我们是下不去的 那如果我只有一个人带他出门的话 他必须在上面等我 然后我现在去停车 或者他就是必须走过道出来 将婉萍委托给工作人员 婉萍妈妈才放心去停车 这天晚上因为罕见疾病 从小就被困在轮椅上的婉萍 要参加一场公益广告的拍摄活动 曾经带他去做过公车 那时候纯粹是好玩的心态 那我们是一手 把他一手扶起 然后一个抱孩子 那上公司的时候 他那时候很小很轻 所以我们还不觉得有困难 只是说那个阶梯 让大人辛苦一点 等到他开始长大要换毒 尤其是重型的后来才发现 然后原来我们是上不去的 我们就算想要抱也抱不动 坐在轮椅上的婉萍 还必须依赖许多维生机器 出门没有办法坐公车 婉萍的父母只好自己动脑筋 于是想出我们与萍妈初次见面时 所看见的简易斜坡板 车子高啊 它的轮椅我一个人搬不上去啊 后来有那个斜坡板来辅助 是还是很失利 因为曾经我一个人推电轮的时候 电轮从车上摔下来 那为了不要让电轮销毁于一旦 它的那个费用很高的 所以我就用身体去打 那在那样的情况下 身体就自然而然就会受伤 被大众运输排除在外 今年获得总统教育奖的陈婉萍 兴起了写一封信给总统的念头 她是全国最大的人 一千五百次的新建中 道具喜怒不变的痛苦 这封信很快引起许多 伸障者与伸障家庭的回应 更促成一群伸障者 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起大游行 虽然有写信要求总统改善 全国大众运输无障碍空间的大制器 不过婉萍的心愿 却如同她得奖的绘画主题一样 既微小又频繁 你想要看海里面的鱼 如果有任意门是这幅画的主题 在婉萍的心里 如果有任意门 她最大的愿望不是环游世界 也不是脱离轮椅 而是去台湾南端的海生馆 这可以下去吗 对 还有很多 要吗 要 要香药带吗 要在这边 直接用这一带 车田一大早 婉萍家已经堆满打包好的行李 婉萍爸爸 跟楼上楼下忙着搬运行李 为的是三天两夜的海生馆之旅 不过这趟台湾头到台湾尾的旅行 因为火车与客运有上下车的问题 高铁则有接驳问题 最后婉萍一家还是选择自己开车旅行 如果说整个大众运输是从大众运输的概念出发的话 是每个人都可以搭乘的 那就不会有说谁可以上谁不能上的问题了 联合国身心障碍权利公约 他是说身心障碍者 他有跟其他人一样 他就有公民的权利 也就是说 所谓什么是公民的权利 其他人一般民众享有的 那我们身心障碍也有 如果一般的民众 他可以享有很畅通无阻的 包括公共汽车 包括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客运 铁路 甚至航空 甚至海运 他如果都可以 那我们也要求是一样的机会要均等 一样的权利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目前是 我们简直 特别是坐轮椅的朋友 他们简直是被囚禁的 在风雨中 婉萍一家开车出发前往目的地 他们的选择凸显了大众运输 还不够便利的实情 也许终其一生 我们都没有机会 从轮椅上的视角看世界 然而如果有一天 当我们年老 如果有一天 我们必须仰赖拐杖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脚再也无法抬得 像阶梯那么高 当那一天到来 我们该期待什么样的大众运输